网传甘肃天水市境内一处道路施工时发现疑似唐代木 中心社记者21号去车赶至现场时看到 一台挖掘机停在工地,地面和外围山体有大量挖痕 施工现场已成为一块平地 只有不足一米的土坑和仅存的几块木砖堆切在一起 施工地已有部分区域拉起了警戒线 附近临时搭起的采钢房可便于民警24小时之少 现场得到的消息是,墓葬主体结构已被毁 除仅存几块堆切的木砖外,已别无他物 这处疑似墓葬距离世界文化遗产麦吉山石窟约40公里 属于天庄高速公路经过的盘旋扎道 网传视频显示,墓葬墙壁上有彩绘壁画,写有潜伏四年字样 据史料记载,潜伏是唐晚期唐喜宗李玄年号 甘肃天水市麦吉区文理局文物股负责人田进峰 现场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网传的视频带有壁画的文物,以及古墓的形状都已经看不到了 他们来现场时,古墓主体结构已被施工人员自己处理毁坏了 我们接到上级的网件部门的反馈以后,我们就向地方乡政府来核实这个情况 我们按照程序,由我们文物部门再向上级的文物部门来请求专家来协助调查 现在的这个情况是经过我们今天早上是文物专家来做过初步的勘察的一个场景 当时是这边是土堆 天庄高速第九标段项目负责人段军奇向中心社记者介绍 当初上报的是一个坟,他到现场后发现是一个木 由于之前挖过17个土坟地,给家属每块坟地按4000元进行补偿迁移 所以对施工人员产生了误导,当成了普通坟地 根据文物资料显示,该地没有文物,所以按照目前的推断,涉事事工人员是判断失误 我过来最后了解的话,是一个挖机司机,两个还是,有三个两三个可能拉土车嘛 当初他们报的是一个坟,没有说是一个木 这是我到了现场以后的话,看了就是网上发的那个视频以后 我才知道,那这不是一个坟,是一个木 这个地方的话,在土方开挖之前,我们给他们有专门的培训教育 田进峰表示,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堂木 等考古勘探结束以后,确定周围没有其他的文化遗址或古墓葬才能正常施工 我们现在的初步的是疑似堂木 因为现在省文物局,包括各方面专家还没有一个定动 然后包括他的司法鉴定都还没有出来 我们也不能说是绝对的是堂木 现在施工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是 现在要求他全面停工这一段设计区域 等到以后处理结果出来以后 再根据情况,要求再看复工的情况 据公安部门信息 19号早晨,古墓就已经被挖开 经过初步调查,文物部门出具意见书 已对三名涉事嫌疑人20号晚进行了刑事拘留 至于古墓里的木砖等东西去哪儿了? 公安部门表示,目前仍在立案侦查中 下一步还需文物部门对古墓最终鉴定结果 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文化局 已将该案列为重点省级督办案件